34歲的TVBV神張秀文閃革拍拖一年多 有加大的39歲金融財樽皇帝權 出生自基層家庭的Semi被指找到筍盤 加入鴻門可以上岸 這個愛情故事源自於去年的情人節家長BBQ活動 跟牌模引Bob心血內潮 分別找來Semi和Billy出來撰合量緣 其實當時沒有特別好多聊天 真的沒有甚麼 因為那個場合其實我們都聊不到 直到離開 Bob當然很聰明 送人離開 送人回家 聽回家的轉就聊天 但當中發生了一些插曲 車程一直都繞錯路 問Billy是否有心不讓他回家 Semi立刻護住被吩咐說 走錯路可能繞多了三四個字 但他也說他只有說話因為他不熟悉 也可能因為我們只顧著聊天 有時會失去路口 在這段短暫的車程對話中 就埋下了張秀文拍拖的契基 我問一下你最近忙不忙 是不是很忙 有甚麼拍 然後他又說他那一陣子 因為那時疫情剛開始 他又說去派口罩給一些有需要的基層 他又會去捐口罩給一些慈善團體 又說這些 那時大家去一齊 好像做善事的心態 就說下次你要去有需要幫忙的叫我 那些 於是就交換了contact 最近無隱不是浪得虛名 事關BBQ的第二天 Bob已經打電話給Semi跟進發展情況 還叫他打電話給對方聊天 隔了兩三個小時 問我怎樣? Message了別人沒有? 我在洗碗 你洗碗洗兩三個小時? 你洗甚麼碗? 當然我當時真的有點藉口 拖延症 我覺得不要那麼急 我自己覺得我們有自己的步伐 我們自己有自己的做事的想法 別人的女生很少會地搶著別人 我又無緣無故說甚麼 他就想推進這件事 他就真的很盡責 盡責到我覺得是令到這件事走快了 也有的 最後Bob忍不住叫BillyMessage 央宙問 這件事更加成為他們之後的話題 笑一下Bob吧 即是說Bob很心急 忘記了 我沒甚麼印象 那時都是聊閒聊 提到還未知何時過門 現在和未吩咐同居的Semi表示 會放手交給Billy處理 其實我們沒有詳細去了解過 我們都沒有去酒店看過場地 或者找地方 我們只不過是覺得 如果現在還是比較嚴謹 雖然都放寬了很多 但始終他覺得一生人一次 他真的想一班朋友開心 談及有沒有討論過禮金會準備多少的時候 Semi就馬上說不關他事 還說會交給Billy去談 因為我知道我媽媽又無所謂的 那我又覺得你自己想給多少 那你就和我媽交代就行了 張秀文強調結婚不是交換條件 即使對方想幫他達成之業夢 他亦都遠距表示不急於一時 其實很早期他就已經很想了解一下 你會不會很想 就是因為他看報紙 就是不是經常想那些 我要做業主的節目 看到你屋處出身 又是做業主 然後他就問我 其實你是不是有一個置業夢啊 就是他想幫我達成我的夢想 因為我就跟他說 拍節目你也相信的 我一向都說了就算你有一個置業夢 那置業夢不是想人家幫你達成的嘛 你是想自己有能力 准人妻推過未婚夫的好意之後 Billy之後見到王中坑一個豪宅筍盤 又再舊事重提 我覺得選對了 或者將來可能真的 我們家庭人口越來越多的時候 所以要搬屋了 那就再去 就算是自過一間新的屋 那現在稅務的關係都會 我這些有手指的是不是靈性 覺得有優越感 看到現時兩小可同居的單位 還未落張秀文的名字 他表示完全沒有問題 還提起Billy說過的一句感動說話 令他很有安全感 那現在結婚了嘛 他將自己送給我嘛 以後他有的東西 有一半都是屬於我的 張秀文字爆不時會和Billy 為了一些雞毛蒜皮的事吵架 甚至被對方言容為一撻就著 但是很快又被Billy的歪理 哄到他生氣著笑 他經常說一件事 現在我給你一個選擇 你覺得好像很差 我再給你一個更差的選擇 你便會覺得選擇好 雖然有時令張秀文好激氣 但轉頭他們又變回糖癡豆一樣 你真的覺得兩個人相處的感覺 你便會覺得這樣一輩子都很好 對於被子嫁得好 找到高檔飯票 張秀文一律視為祝福照單全收 別人覺得我嫁得好 我都應該開心的 是吧 那好不好我自己知道 起碼她出來讓別人覺得她好先 這個都很重要 客觀地大家都覺得她好仔 大家都覺得她好仔 這是我作為另一半 我都應該覺得自豪和驕傲